如果你這樣可以,我們現在再請大家打開新版本的 那新版本的話呢,這個部分在哪裡? 在一樣,我們簡報的第12頁那邊 簡報的第12頁 有一個新版本 在下面 你一樣可以把它打開 把它丟下來 18克 好,放進來 OK,那我這邊呢,我就把 這個我就用了 一樣,你要等它一下 利用它在下載過程裡面 我們跟各位介紹一下,剛剛我們講的操作方式有沒有 就是 上下左右 跟這個 ASDW 那有一個我們剛剛沒講,叫做快速移動 什麼叫快速移動 也就是呢,你今天 如果說 我想要 比較快的移動過去 我們剛剛怎麼移動 是透過滑鼠的鍵盤 對不對 那如果我想要,我要快速移動到這邊來 你可以在這裡按住滑鼠的 在這邊,按住滑鼠的右鍵 等一下 有沒有 按滑鼠的右鍵,假設我要到這邊,按滑鼠右鍵 有沒有看到一個 這個 這就是快速移動 我按住滑鼠右鍵不要放 假設我要到這裡 我就放開了喔 我人就到這邊來了 你看 在這邊 有沒有就跳到這裡來了 所以你可以按滑鼠右鍵,那這個其實就是模擬那個什麼 就是那個 VR眼鏡 戴的那個 戴的那個手環 他手環上面按下去 直接指到哪裡就移動到哪裡 這叫瞬間移動 所以呢就不用 慢慢的走過去 那因為我們現在沒有用滑鼠的話,就按滑鼠右鍵按住不要放 你看到他那個 對,有一個那個圓圈圈跑出來 就代表那個是你要去的地方 放開 你就會直接跳到那邊 這樣會不會了 好,所以我們 順便把這個 給各位看一下 你就知道 如果你到時候想要比較快的移動 就是按滑鼠右鍵 我們等一下這個場景會在室外 這樣空間比較大力比較好跳 好,一樣的喔 就請你按 Join 對不對 那這個是新版本的 新版本的 我們一樣把它按一下 你看 新版本的好處是上面這裡 你看 有沒有 還有捷運通過 也就是說他的模型的精緻度會更高 而且你看這些水都在流動 好,一樣 給他一個名稱 然後呢,選擇一個角色 這裡的角色 沒有像我們剛剛那麼多 稍微比較少一點點 因為我沒有放那麼多進來 看你要當男生 要當女生都可以 又有娘娘 好 那這個 其實像這一支 或這一支都是蠻經典的啦 都是他原本裡面的喔 好,一樣你亂接受就好了喔 好,然後一樣 看要不要喇叭 如果你有開喇叭 或麥克風 那這樣對方 你講話 對方就聽得到 好 好,我就進入囉 好,一樣進來了 那我剛剛看到有很多同學在下面這個 這個是一個 歡迎的畫面 如果你不想看到他 直接滅過 就好了 就按這裡直接滅過就可以了 他就不會擋住你的 這樣了解 你看這又是一個新的 不一樣的場景 其實他裡面場景很多啦 好,那我剛講的你按滑鼠的右鍵有沒有 你就看你要去哪裡 你就可以自己走動 來,請問可不可以自殺 不行喔 好嗎?你可以走過去 走不下去有沒有 只能走到河邊而已 哈哈 這些我們都可以在自己建立場景的時候 你可以設定哪邊是可以走的 哪邊是不能走的 好 所以我們 在這邊跟各位分享這個 HUB版Modita 他基本上 都有那個 就是 創建的工具 所以即使你不會3D也沒關係 這樣了解 這樣了解 好,那一樣的喔 在右手邊 右手邊 這裡有一個Mod 跟我們剛剛都一樣 你今天想要把它變中文 就來這裡變成中文就好 從右手邊 三個點點 Preference 好 進到這裡 選擇 繁體中文 這樣就好了 你就有看到繁體中文的內容 現在新場景之後我進來 其他同學都還沒有 都還沒有進來 所以裡面空無一人 那就等各位一下囉 這裡我們補充一下 那個 滑鼠 就是3D畫筆喔 如果你畫錯了要還原就是Ctrl加D 那你想要把筆刷變大一點 Shift加滑鼠滾 改變顏色 就是Shift加Q 哈哈 我就記得我之前有寫啦 就是有稍微注意到他的那個畫筆的 怎麼玩 好 那像這樣子 我們來看看 剛剛呢 如果啦 如果各位 你現在加不進來 沒有關係 來這邊 請你先到 我們剛剛提到的 他進來有三種方法 對不對 到上面 上面 這裡 標準的方式 一般用瀏覽器直接進來的 剛剛大家用這個 但是現在超過人數之後 可能你進不來 你可以用這個 用 觀眾的身份進來 好 那你用觀眾的身份進來呢 我在這邊 我來看一下 我來把 這裡 我來實況轉播一下 你看 我 因為是管理者嘛 所以我在這邊 有一個叫做實況 實況主模式 也就是呢 剛剛如果同學是用所謂的 觀眾的方式進來的 你們看到的 就是我的視角 等於我現在像主播一樣 對不對 直播一樣 我就讓你看到我現在 好那我要走到上面去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 跑出來了 好就跳到上面去 放開滑鼠 我就會跳上去了 有沒有 這樣就上來 來這邊 就看你要跳到哪裡 好 這樣就跳上來 跳上來 有沒有 好因為 在這個新版本這個demo的 空間它是比較大的 所以呢 還蠻 不容易找到人的 像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剛剛看了 如果你在這裡 你看 像這位同學 假設 因為我現在是管理者 我就不只是只有 把它隱藏起來 不想看到他 如果他真的 作怪的話 我們就把它踢出去 好他就會被我踢出去 這個虛擬空間 這樣了解 好像這樣子 好 在房間 有沒有 你還可以把它靜音 之類的 就是如果他 萬一就是還在那個 就是 可能有播放聲音 會干擾到的話 好現在13個在裡面 有沒有 有沒有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當然你也可以在這邊放 我們講的 你可以 剛剛畫筆 好 這邊一樣可以用 那如果你要放那個頭像也可以 比如說放一隻大象 古代象 有沒有 你看 我們可以放3D的東西在裡面 所以這些都是 很有意思的 跟我們以前 這種所謂的 觀看的這種 角度不一樣 好那 剛一直強調 其實以後 這樣的應用會越來越多 為什麼 因為現在很多人 加上 整個環境的關係 氣候越來越怎麼樣 不利人類出去嘛 所以 以後這種虛擬的 你會發現 很多很多 跟我們疫情期間那種概念是一樣的 當你很多 外面的活動受建制的時候 大家就只好 自己在 家裡面這樣去玩 你看 這個是真的可以走過去的 他就沒有限制 但是像剛剛下面那個 殼啊 有些地方 可能他就會 做一個限制 有沒有 所以 這樣有沒有 比較不一樣 大家可以在這邊玩玩看 那 如果呢 要拍照的 來你可以到這邊來拍照 我放一個相機囉 好現在只有 只有我一個 躲在這裡 如果你放錯了怎麼辦 順便 看一下 萬一相機我放了 可是我覺得這個放的位置我不滿意呀 你就在上面按滑鼠的右鍵 要不要按左鍵啦 抱歉 好 就點到他 我看一下 點到他 點到他 你也可以從物件裡面來 有人放音樂 有人放音樂 好我看一下 有人放這一支 這支我放的 你要進到裡面來 好再放一個 好放置相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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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他這一次是在這邊直接再按一下 就拿掉 如果你是放一般的物件的話 你是放一般的物件是可以 有時候你看喔 其實你這些都可以自己上傳 好 這些都可以自己上傳的 好假設這一張放進來 好我就按滑鼠的右鍵 有沒有 你就進到他裡面 那這個是你放的 你在這邊可以按什麼 刪除 我就可以把它刪掉 如果你有按這個 圖釘的話 他就會被釘在那裡 別人就不能動 好他就固定在那邊就不能動 這個就不會被移動 就不會被移動 按右鍵 按右鍵 取消釘圈 那這個我就可以把它刪除 如果不要我就把它刪除 這樣就OK 好這樣應該還好現在 有14個人進來的 所以應該是可以超過10個 所以我們今天 很重要的就讓各位先 來這邊先體驗一下 這種虛擬的感覺 一樣喔你可以來這邊做分享 你看我分享相機 對不對分享我的相機 因為我現在都在用 好我把這個 關掉一下 我來分享相機 我來分享相機 有 你看 有沒有他現在抓到我這顆 這顆鏡頭 這樣是同學的就進來了 對不對 你們可以到上面這裡來看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麼到老師這邊 請你到上面這裡 按一下物件 按下物件 點到他 點到老師這個 相機的部分就按導覽 你就一定會跑到跟我一樣的位置 這樣了不了解 到上面有沒有叫物件 你看一下 在這邊 如果我覺得 這個房間 我已經 玩得差不多了 我想換另外一個房間 我可以進到這邊來 有沒有發現這裡 改變場景 在這邊 現在你看到的是這個 那 我來改變一下 當我改變的時候 你們大家都會跟得一起變 你就會感覺 你又進入另外一個空間了 好 我們來看 這個 好 我們回到教室裡面來好了 好 來 你看一下你們的 稍等一下下 稍等一下下 現在15個人進來了 有沒有發現你們的場景 正在改變中 當然其實我們也可以像密室桃都一樣 就是 我這個場景如果你破關了 我會有一個 那個 跳到別的場景的入口 就是好像超連結 就是我們講的超連結 那你就可以 就是 換他就可以跳到下一關去 好 我這邊等他一下 來我們看一下 我這邊好了嗎 還沒好 你們的應該進去了吧 我已經進到 教室裡面了 好 在我後面 有有有有 我們這樣 裡面有很多教室 看你要去哪一間 要不要 所以你可以想像一件事情 如果 你會自己 編排這些場景 事實上他有一個 編輯的工具 你可以自己去放 這些內容 那你就可以 創造出 你自己的東西 那我會一直強調 包括你看 上面這些 你可以放 3D模型 可以放這些 比如說 我們要請各位辦展覽 對不對 你們現在 假設 你們的專題 那 我就找一個 相對的 空間來放 這樣的主題 就好像真正 各位去布展 一樣 這樣了解吧 其實我們 四年級有一個 3D的課程 如果 到時候有選修 也可以 我們會有 像這樣的一個工具 比較方便工具 讓你去 建造這樣的場景 你就可以自己做好 然後真的來做互動 這樣知道怎麼改變世界了吧 所以其實還蠻好玩的 蠻好玩的 那等一下我們就要讓各位正式的來註冊帳號 也就是說你會有你自己的空間 會有自己的空間來使用它